开启前就是先打开这个总的电源开关 这个是电源开关的总电源开关 开电 把电源开关打开 然后检查我们车的一些油味 油味情况 这个是个消耗品 就是说 随时要讲要打开箱子检查了油味 要打开箱子对 检查了油味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底侧的叶亚油 这是叶亚油箱 然后叶亚油的油味在这里看 叶亚油的油味在开机之前要保持 这个油味记得差很大的位置 然后然后就是检查我们的发动机 发动机的话要检查它的一个机油 一个机油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冷却液的位置 就是给它的机油量和冷却液的能量够不够了 但是冷却液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冷却水 上面有个盖子就是检查冷却液 然后机油的话在油标尺的这个里面 柴油机的保单的话我们有个柴油机的保养手册 按照保养手册来就行 比如说一般是几百个小时以后要进行整机的保养啊 冬范 但是冬范机油滤芯了 柴油滤芯了 这些就是说都定期的保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